就在锦州市洗脚干辣胡同里啊 眼长这一家啊 开了二多年的长阳小馆 探探探探 我想挑战一下 我的软肋 鲜磨炒肉这道菜啊 是又下酒又下饭啊 老少结疑啊 酒鬼敷烟 太好了 鲜磨炒肉里边的小蘑菇啊 全部来这黑鹿江东山里的 不打浓药乌公汉呀 老板娘太漂亮了 好喜欢 哥哥呀 都吃出口来了 又挑弹幕哥了 没错 我精神不正常 炒拉瓶这道菜啊 这一大盘才十块钱 给你炒的有红丝板的 太亲民了 老板娘太漂亮了 哥哥也不够形象啊 呱呱的一个进去就往嘴里怼呀 太好了 他家的主要特色呀 就是虾仁馅饼 这有馅饼给你烙的 真香啊 兄弟们呢 我是不撒谎啊 一个馅饼里边有个大虾米呀 太好了 太实在了 哥哥呀 太得意了 好喜欢 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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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妈我的老 太好了 小馅饼啊 吃在嘴里是真香啊 兄弟们啊 真香啊 烙馅饼这道菜啊 是锦州市也没大家孩子都得意呀 耶 旋风的筷子铲车的嘴 哥哥呀 脑袋点的 像鸡千米似的 加油 奥利哥 吃解茶样餐 我能不喝点小啤酒吗 家乡的小啤酒 满汁 太好了 说干就干了 说干就干了 你真棒 哥哥大嘴张的 表情都能伸移了 从未见过有如此 浩颜无情之人 他家的主要特色呀 还有胡烧刀鱼 这一大盘啊 38元 小味啊 给你揍的 是哪儿哪儿的 胡烧刀鱼真鲜迷 兄弟们呢 老板娘太漂亮了 他家的小刀鱼啊 都是老板娘穿着比基尼啊 自己下海在东海钓的 啊 啊 啊 哎呦我去 一等 你不要过来啊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家小饭馆的菜价啊 不便宜也不见呐 满儿 哥哥呀 今儿个又开摘了 今天你惨了吗 啊 哎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哈哈哈哈 我说你还真是个天才是个天才 你还真是个天才是个天才